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芯片与芯片焊盘之间的飞线的方法以及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要在这个需要飞线的焊盘上面加点焊油 用烙铁呢轻轻的上一点点锡 接下来把我们这个飞线丝焊接在这个喊盘上面 好我们用洗完水把这个上面的焊油呢清洗干净 然后把长的这些线呢给它切掉 调整一下这个线 让这个线在两个焊盘中间 这个位置 用绿油把这个线呢稍微固定一下 如果放绿油的时候这个绿油的量呢不能放太多 放一点点就可以了 因为放太多的话它会把CPU芯片顶起来 然后用紫光灯固化一下 还有这个线一定要把它压平 这个线和主板之间呢不能有任何的分析 不然这个线太高了 太高也不行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绿油在固定这个线的时候一定不能太高 太高的话芯片就装不下去了 我们选运的这个线呢是七包线 直径是0.03毫米 大家运这个线飞的时候呢 特别是飞CPU下面的这个点的时候 这个线机呢最好是选运0.03到0.01毫米之间的这个线 其他的都太粗了 根本就用不了 最大是0.03毫米 而且这个线呢一定要用七包线 这个线一定要绝缘 固定线的时候要把它固定在两个焊盘之间 左右焊盘上下焊盘之间呢 不能有这个线不能跟这些焊盘的接触在一起 剩下的点呢大家固定一下就好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焊盘上有湿的地方一定要把它绕开 不能把它固定在有湿的这个地方 这个线我们拉过来之后呢 直接塞到这个卡座里面 然后我们飞的这个线尽可能的让它隐蔽 而且布线的时候呢尽可能的 布的稍微美观一点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接线的时候啊 尽可能的选择最短的路径来飞 不要把这个线呢绕得太远 绕得太长 因为这个线本来就很细 如果你线绕得太长的话 它可能对我们主板上面这些控制信号呢 可能有一点点的影响 好这就是我们把这个这边的线呢已经布完了 这个线呢我们要飞到主板的背面去 在这边呢稍微把它绕一下 背面也是一样的先把它固定好 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这个螺丝柱这个位置啊 一定要把它绕开 因为将来这个孔是要打螺丝的 一定要把它绕开 不然的话打螺丝的时候容易把这个线呢 又给压断了 好我们把这个线图呢稍微调整一下 就我刚才说的 我们遇到这种焊盘上面有溪的地方呢 一定要把它绕开 不能在上面 因为这个溪如果我们在焊接的时候把它吹轮以后 这个气包线上面的气呢 有可能会被烫溶 烫溶之后这个气包线 它有可能会和这个焊盘的焊接在一起 造成短路或者造成其他的一些串线 所以有溪有焊盘的这些地方呢 一定要把它绕开 好这个电容这里呢也是碰到这里了 稍微调整一下 让它离开一点点 不要靠太近 调整好之后呢上面打点绿油 好我们把长的这根线呢 截断 截断之后在这个要焊的焊盘上面把它弯过来 加点焊油 加点焊油之后用烙铁把它点焊上去 嗯 原则还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线 以这焊盘呢要 要远一点 放在居中的位置 不要碰到任何一个焊盘 稍微调整一下这个线 我把上面的 多余的这个锡呢 把它运锡再锡掉 把长的这些线头呢 把长的这些线头呢 再稍微切掉一下 好这就是我们飞的这个线 从CPU下面飞到记载电源下面 有一段距离 之后我们把芯片装好 测试就OK了 这让我们下来之后看一下 这个线是没有问题的 焊接的是非常好 好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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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